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怎么突然回来了 为了 你呀 梦想 你骗鬼呢 你一个学音乐的 不好好在国外待着 非要跑回青宁这一片文化沙漠 找什么梦想 问你话呢 认真回答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想来就来了呗 李嘉静 还有你和表哥 再说了 试金字在哪儿都会发光的 你就等着我登上舞台 照亮清零吧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谈恋爱了 你 被我猜中了吧 你从小就这样 一被人看穿呢 你就死定只能看 企图用你呗 聊人的笑容神饶了人心 但是我告诉你 这招对我没有用 没完了是吧 你 老婆 你胖了 胖了 哪儿胖了 对 就是脸 脸胖了 角度问题啊 我刚才躺着 你从那个角度看 我当然会显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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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果然是角度问题 这么看 依旧这么漂亮 臭小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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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吗又谈我 你自己找的 奇奇怪怪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别叫我老婆 以后就要去打一次 你不还一口一个花仙子呢吗 那能一样吗 花仙子是绰号 老婆是什么呀 我也没办法她 父母之秘不可悲 我没跟你开玩笑了 我现在跟你开玩笑吗 总之 这习惯你必须改 咱们俩倒是没什么 你这要是被外人听见 多不合适啊 还以为我老牛吃那草呢 弄草都不嫌弃老牛 有什么可在意的 你个臭小子你 你再说一遍 别动手啊 臭小子 你 安智 你要 要要要 别碰我别碰我 拿着电话 谁啊大晚上的 你好 谁啊 谢南克 给我 给我 大晚上他干嘛给你拿电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都是有 喂 你表弟 谁认你接我电话的 陆正安 没事了 有我在呢 你好好忙你的 对了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不用等我 挂了 什么叫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你听着谢南克电话 哪哪儿都不疼啊 重点不是谁的电话 重点是你没有全力接我的电话 好吧 下不为例 我就是希望以后 我给你打电话 发信息的时候 你也能这么在意 不像以前一样 一条都不回 可能连看都不看 搞得我一个人在那儿 自言自语像是傻子呢 行 我答应你 不早了 我要睡了 你赶紧回来 我说了今天就睡这儿 哪儿都不去 不行 我要留在这儿照顾你 等你彻底好了为止 不用 我病已经好了 那快去洗澡吧 早点睡觉 对啊 你也得洗澡 我这儿没有你要用的东西 洗完澡过来的 你刚才不是 跑过来一身汗吗 所以我睡这儿啊 不然我就睡看房了 我说你赖上了是吧 你信不信我给你妈打电话 那太好了 我妈要知道我在这儿 肯定更放心 行 我就忍你一晚 干嘛你要睡这儿啊 干嘛你要睡这儿啊 赶紧睡觉啊 别把我家弄乱 我要睡觉 冷静 再坐 又闭着 很可惯 我会说 我对我 很可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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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夫的助理 林漾你认识吗 他跟在姐夫身边这么多年了 能力应该不错吧 听人说三十多了 还没结婚 男朋友应该有了吧 他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这些 我就是觉得吧 李天 你要是知道什么呢 你就大胆跟姐说 没关系 也就长寿得住 姐 你中火了 早啊 早啊 姐夫 你们姐妹俩聊什么呢 没什么 中火了 你们俩出去吃 行 你怎么说 走吗 姐怎么了 不是 陶呀 可能是中火星期会来的 是 中火眼镜的 走了 姐姐 Spider-Man 你怎么会再出了 关系 我说过你 真的要吃alu了 我 tới 这一桌子 你怎么会